各位弟兄姊妹 早晨 早晨 开心和大家一起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讲到 《轻松喜乐结果子》的秘诀 我讲一下为什么我会有这个主题 第一就是《轻松德性》里面这本书是含有这个主题 不过就没有这样编排出来 在不同的部分有这个主题 我最近就送了几十本《轻松德性》的书去一个教会 跟牧师聊天 在牧师聊天的时候我们分享 我就分享到我说 活在神的爱中 神真的对我们很多好的地方 真的对我们不断的祝福 在他心中不断的有祝福的意念给我们 我们经常数算神的恩典 又经常享受神 以神为乐 神就很欢喜了 然后我们又深信神掌管一切 就算现在这个疫情 神都掌管了一切 一切在神的手中 在《圣经启示录》讲到末世的时候 讲到有权柄给他 就是说什么事发生都在神的手中 虽然有些人会说 为什么神会容许这些事发生呢 这些事发生在末后 只是分辨真信徒和假信徒 真信徒会更加拉着耶稣 更加倚靠耶稣 假信徒就会很容易离开神的 我就说既然神掌管一切 我做什么事奉 就算一杯凉水 神都欢喜 所以事奉的时候可以很开心 这个牧师给我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看到你真的很开心 他说现在有很多牧师有些残残的 有些觉得很累 为什么呢 因为看到的情势很困难 好像事奉的路很困难 而且他自己都觉得有些burn out 就是有些耗尽 因为环境困难 觉得自己做的事好像果后不大 是 当我这样听到的时候 我真的这个信息很需要 是圣经说的 不是我作出来的 是圣经说了 他会祝福凡亲近他的人 一切在神的手中 所以我就写了这篇道 我都会传给这个牧师的 就是给他看一下 就是跟他聊完计之后 给我一个灵感 我希望大家今天都应用出来 就是说 我们基督徒多困难都好 都可以轻松喜乐而结果子 就是不是轻松喜乐 每天去玩 轻松喜乐去结果子 主要有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 看左边红色那里 感激神的恩恋 很感激神 以神为乐 神是我开心的原因 然后第二 就是爱慕和顺从神的时候 当我爱祂 顺从祂的时候 顺从祂的时候 神一定负责一切 神已经说了祂会负责一切 然后第三 就是深信神 喜悦我真心为祂做的事奉 任何事奉 用酒杯凉水祂都会喜悦 何况我们为神做更多呢 于是三点总括来说 神神爱我 所以我很开心感激神的恩恋 我听完祂说 祂就负责一切了 我为主做任何事祂都欢喜 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很简单 这样的时候我们一切生命中的路 都在祂的手中 我们就可以轻松做基督徒 又开心做基督徒 当我们感激神恩 以神为乐 有什么后果呢 就会充满喜乐 一会会讲一下 所算神的什么恩典 真是神很多恩典的 人就会喜乐 神都喜悦 因为圣经讲到以神为乐 以耶和为乐 神大大祝福 第二 当我们爱慕祂 顺从祂的时候 神一定负责一切 首先第一个真理就是 神掌管一切 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神负责一切 和带来果效 就没有重担了 就是神负责一切 只要我们尽力去做 我们不用担心神的部分 有些人常常担心神的部分 死了死了 神 我不知道神会不会再一次帮我 我的困难很大 神会不会不记得我 他担心神的事 神你会不会脱漏 不如我们问自己有没有脱漏 我们没有脱漏 我们听信靠神 神一定会欢喜 如果脱漏怎么办 就是求主赦面 努力去改过 神就会欢喜 你改不完 你开始改 神都会欢喜 这样的心态我们就轻松了 我们不是要完美神才会欢喜 而是我们任何一步向着神去的 我们悔改爱神 神就会欢喜 就算做得不够完美 他也会欢喜 当然我们可以继续进步 然后第三点 就是我真心 真心 不是为了钱 不是为了荣誉 就是为了人来欢喜我 或者为了地位 而是神这么好 我真心的爱祂 和真心的祝福人 这样的时候 我们更有动力遵从神 因为我知道我做什么 真心做神都很欢喜 还有遵从神和侍奉都轻松了 神会负责 轻松的时候 我们侍奉就会有吸引力 有些人侍奉 会觉得 你又不要做什么 你又不听话 你有什么地方不好 那些人觉得很大的压力 但是当我们说神很多好东西 你一信耶稣 神一定看到 神一定纪念 一定祝福加力给你的 那些人听完 原来跟神的路这么轻散 是不是会轻松很多 那些人就会喜欢神 就会觉得很大压力 因为很多人活在律法之下 就算他信耶稣 他为什么觉得活在律法呢 我要做得够好 我现在做得不够好 所以神经常看我的不好的东西 我真的很大压力 这样的时候是压力的 但是当我们时时在神的 供应和祝福之下 我们不用活在压力之下 我们可以轻轻松松 相信神的爱 相信神的恩典 我听话 神一定喜悦的 好了 这个是圣经的教导 很多人相信是相反的 为什么不轻松 为什么不起落 为什么不结果之的原因 对比回祝福三点 是怎么样呢 他经常数算困难 麻烦 痛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时 哎呀 糟了 哎呀 又没有工作了 家人又不听话了 我有健康问题了 虽然这些都是真的 但是我们经常数 你慢慢数自己的健康问题 只要会越来越差 就有健康 但是我说 我依靠神有喜乐 身体会更加健康 是会更加有力的 是不是 所以你看着困难 并不会改善 你看着人很坏 他们个个对我不好 并不会改善 你就是说 神会保守我 神会祝福我 就算有人对我不好 祂不会害到我的 这样的时候 我不用看着困难 但是很多人 经常数算困难 麻烦 痛苦 那又怎么样呢 更多麻烦 更多痛苦 生活成为淡子 有很多人生活 甚至基督徒 都是很重担的 好了 第二点 和那个对比 首先第一个对比 就是数算神的恩典 以神为乐 第二点 首先所说的 神负责一切 我听话 神就负责一切 但这里是什么 信自己要负责一切 那就是很惨的 那就是说 哎呦死了 我要搞定头家 真的我们都要努力的 不过 真正负责我们生命的那个是神 他供应我们的那个是神 不是 我们应该做 我们应份做的 神会负责 为你找工 那你不是说 喂 我这么久都没有工 就是神不帮我了 我们不可以这么说的 因为神到了时候 就会祝福 但首先我们有平安 轻省 喜乐的心 有尽责任的心 你自然做工做得好 但有些人做工 没多久 就要是自己炒 要是别人炒 为什么呢 他里面不开心 他经常都是 很多烦恼 他不愿意付出代价 老板见到 都觉得不欢喜了 那我们深信 我们听神的话 神会负责我们的生命 那 但是那些人自己托着 那个丹子就会怎样呢 他就会担心了 他会惧怕 就有压力了 那就没有喜乐了 好了 到侍奉了 他又怎样呢 他觉得神要 在那找他的缺点 就像这幅图 找你有什么缺点 看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那当他觉得神要找他的缺点 他又内疚了 死了我做错的事 经常都想起做错的事 不相信神的事 又怕神 敬威神和怕神是两回事 敬威神 我尊敬他 我同时爱他 但我不敢随意的犯罪 我尊敬神 但怕神又怎样呢 神你不要走近些 我不敢 我犯了罪 我不敢向你祈祷 我不敢亲近你 这个是怕神 我们不是怕神 神不是想我们怕祂 想我们敬威祂 还有祂没有信心 觉得神给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如果我们的心里面 觉得神专业给一些不好的东西 我们 我们真的这个思想要改变的 因为神是把最好的给我们 但为什么这么多人家里吵架 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 他没有用方法处理人的问题 他没有对人的问题放手 没有带着神的喜乐平安 于是他家庭有很多问题 那个问题不是神给他的 是人 他自己给他自己的 好了 当人经常觉得 神在找他的不好 他就更加没有动力侍奉 觉得自己做不到 我希望今天的信息 会改变大家 就是说 我靠着耶稣一定得力的 好了 那我们看三点 第一点就是 数算神恩 以神为乐 这个图有很多恩典 神有无限的恩典 钉十字架 耶稣很大的恩典 教会是一个恩典 圣经和神的喜乐 有太阳有雨水 有神给我们的祝福 祂的乙袍在我们身上 有圣灵的果子 各样的恩慈 身体的健康自然界 给我们有机会侍奉 和将来有赏赐 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 圣经教我们 怎样去数算神恩呢 阿贴撒尼加前书五章十六节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借恩 因为这是神在 基督耶稣女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常常喜乐 那怎样喜乐呢 不住的祷告 凡事借恩 有些人祈祷 就是怎样祈祷呢 有麻烦就祈祷了 神啊 哎呀 我没有钱了 快点帮我吧 有人骂我 快点帮我吧 只是麻烦的时候 祈祷不仅是麻烦 大家看诗篇 很多赞美神 感激神 爱神 这个是得力的方法 尤其呢 如果你懂得一些诗歌 令到你平安喜乐 你家里不妨多唱 为什么唱诗歌呢 更加开人的心呢 因为你会想到神的恩典 一会我都会唱一首歌 主的恩典 仰仰都要素 别人叫你 敬啊 立时乐 欢呼 这首歌真的很开心 整个恩典 一样都要数 整天都数算神的恩典 凡事借恩 你看很多恩典 有常常祷告 你自然就 喜乐 下面那里写着 越多感恩和祷告 就越多喜乐 越少感恩 越少祷告 就越少喜乐 好了 而圣经讲到 以神为乐 是很特别的秘诀来的 诗篇37篇第4节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 赐给你 以赛书5 8章14节 你就以耶和华为乐 耶和华要使你成价地的高处 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这两个经文都有一个很宝贵的应许 他说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给你 为什么会这么特别呢 为什么你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会将你心里所求的给你 因为以神为乐的人 就是他的心里面很感激神的恩典 很感激神 很喜欢神 他时时会数算神的恩典 他想到神就欢喜 可能有些人 你想到一个孙子你会欢喜 想到你子女会欢喜 想到你某些东西 你会欢喜 那你那个欢喜 有些人一见到一个孙子来 譬如孙子来贪他 哇很开心 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他都变成了一个孙子 那么小 很开心 对不对 我们见到神 会不会这么欢迎 但有些人祈祷 就是觉得 神啊我好惨 就是 很多人想到 看圣经 祈祷是一种重担 但是如果我们想到 神是很多恩典 是全世界没有人 好像神那么好的 经常都说 神真的好 每样数算 一会我会和大家数算 神的恩典 那你就会 一想到神就欢喜 我一想到神就欢喜 那当你想到神就欢喜 神就做什么呢 祂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神就赐给你各样的恩典 提升你的生命 很感激神 我真的看到神的恩典很大 我心里经常都感激神 我亦都时时去告诉人 神多好 多好 我们可以享受神的 以神为乐 不只是以雪糕为乐 不只是以食物为乐 不只是以玩为乐 是以神为乐 我就发觉 首先神祝福我健康 给我力量 聪明智慧 有自由的心 宣讲神的信息 我做任何事奉 都是很轻松喜乐的 第二 神带来果效 真的有些人很大的改变 我现在在非洲 有七八处的地方 我开始直播用英文的 大家可以上网看到我英文的直播 是训练人士奉神的 而那些地方 我开了宣教机构 帮他们买投影机 买WiFi的机 买数据 亦有些地方需要我们帮他们买食物 让他们可以聚集在一起 帮他们去训练 亦都将我写了文件传给他们 让他们可以学习 以神为乐 神就为我开这些路 那些人都很欢喜 他们的反应非常好 他说这些教导真的很特别 他说我都没听过 可以这么轻松 这么喜乐 这么有得力 如何方法去侍奉 他们都很欢喜 我觉得就是神提升我生命了 神又让我聪明智慧去做 很多很多我在里面的意念 我很想写出来去教导人 这个是神让我陆续不断有的 我希望大家活在这种恩典 你都会有恩典从你的心中流出 让你的心中不要停留在麻烦 不要停留在人的问题 不要停留在自己的问题 停留在神那里 你自然神就将你提升 你心里所求的 神就祝福 神也都同时祝福我 有经济有力量 也都经济去帮助这些国家 我感谢神 好了 《二畅书5》8章14节 以由而为乐 有什么后果呢 神叫你成架在地的高处 就是你不是一个 好像一只艺在那里爬 你是好像一只鹰 如鹰展翅上藤 你会去到高处 你所做的是有影响力 比如在打仗的时候 一个步兵和一架飞机员是很不同的 非常不同的影响力很大 因为握飞机的空军 它影响力一架飞机可以很大的打仗的魔效 而一个地上的步兵是相差很远的 当你成架在地的高处 神给你高层的策略 不要以为你不可以 其实我每次所讲的讯息 我有很多的教导 在《轻松德性》里面的教导 如果你掌握到 你的生命就会提升它的高层次 因为这个是神应许的 不只是给特别有恩赐的人 是给每一个听话的人 神都会给我们的 好了 我们现在数算神的恩典 感激神创造食物和需要的一切 神做的事真的很好 第一是好吃 第二就是营养好 有医治的能力 其实食物是有医治的能力 如果你吃自然的食物 是有医治的能力 很多冒病是因为人做的方法 比如其中一件事 有很多油为了要保存它的寿命 就放了一些兴气进去 放在里面 它就会保存寿命 但是当这些兴气的油 一油炸 或者总之煮 它就会产生一些对身体好不好的东西 有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你看医生 他会问你 你是不是经常出去吃东西 他会问你 总之你出去吃的东西 很多都不健康的 其实我们尽量少吃一些油炸的东西 尽量吃一些清淡的东西 神做的那些是最好的 感激 感激都有很多层次的 有些人说多谢天父 但是我就说 神啊你真是好 你做的那些食物 真是好吃的 是不得了的 大家有没有想起 你喜欢吃的东西 这里有这么多 哪些人喜欢吃的 菠萝真是很香的 菠萝真是那种香味 是很特别的 每一种食物 质素 里面有种香味 里面有里面 很多种的食物 每一种有它的质素 那我的心就说 神啊你真是做些很好吃的东西 给我们享受 我们的心就欢喜 我们的心就说 神啊你真是很有创作性 还有你很想祝福人的 你很多好东西不断想给人 他有聪明智慧 能够做出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出来 以赛书四十章二十八节 永在的神耶和华 创造地界的主 并不疲乏 也不困权 他那些智慧无法 测度 神是不累的 祂不断支持这个世界 不断在每一个人生命做工 只是做一帮一个人 都很少很多工作 何况帮所有的人 并且整个世界都是靠祂托主 圣经讲到 就算一只麻雀 如果不是天父肉 容许它都不会跌在地上 就算是绝了麻雀 它都看着 我又看看这些图画 这些动物美不美 美得天花龙逢 中间这只脆鸟 King Fischer King Fischer真是很美的鸟 它的颜色是很鲜艳的 我曾经在非洲的时候 我看到一只King Fischer 好几次我想拍它 拍不到 它是草的上高 在那里飞 飞飞飞飞飞飞的很快 跟着一冲冲下去 可能一见到一虫 走出来就飞了去 我很想拍到它 但是至少见到的时候 拿到的机器来 已经走了去 那种颜色是非常漂亮的 我自己看到 神啊你做事非常奇妙 而当我们数算万物 我们看看自己的脑 还有我们身体各部分 真是很漂亮很漂亮 神做我们的脑的那种能力 还有人的身体的运用 可以跳舞 可以做很多事情 弹琴那样东西 都是很奇妙的 这是神的无限的智慧 人的智慧有限 但是神的智慧是无限 所以我们就感谢神 神你的智慧无限 并且你的智慧是要祝福人的 不是贬得人的 是帮人的 还有耶稣很大的恩典 加勒太书三章十三节 耶稣在十字架上 成为咒作 在圣经俗话后本 翻译受了咒作 然后括弧写着 原文成了 其实是成了咒作 就是耶稣变成为咒作 不过他觉得好像太厉害 这个翻译圣经的人 可能觉得有点过分 但是耶稣真的成了 成为了咒作 就是祂就是咒作的代表 就是所有咒作在他身上 以至我们能够脱离咒作 这个是很大的爱 耶稣是至高神 祂是最美善 最善良 最充满智慧和爱的 但是祂为我们成为了咒作 为了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作 这个是很大的恩典 希望我们天天去数算 不尽的数算 还有圣灵会提醒我们的 有些人说我听不到神的声音 我告诉你凡是真基督徒一定听到 怎样听到呢 你犯罪有没有觉得里面不舒服 里面总是觉得错的 他一直追着你 直至要你肯改 不过有些人他就 拦了圣灵的声音 他就消灭圣灵的感动 譬如他明明感动你 你不要再骂你老公老婆了 你不要再骂了 我们的心就说 他这么坏当然要骂 当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多 他就开始觉得不是罪 但一个初信主的人 反而他会很单纯 我真的要改了 不可以骂人 看这个人 信了主之后 是不是继续亲近神 他继续亲近神 他的生命自然会改变 当你肯听话 圣灵提醒你 你不要说谈话 不要生气人 他要遥恕人 我们回应 越回应 神就越多祝福 你越回应 为什么神就提醒你一些深层的罪 在心里面 少少不喜欢人 排斥人 圣灵马上提醒 凡是真基督徒都有的 大家不介意 我每一问大家 这里有几个 你收过圣灵感动 你提醒你的罪 请你举手 有几个 你有感动 就是你收过 神会感动你 让你知道你的罪 可不可以举手看 我希望每一个都 真的留意到圣灵的声音 你就回应 你越回应就越多的 你看圣经 神又会提醒你 听道神又会提醒你 我应该怎样改变 这个越听 耶稣都说 我的羊 听我的声音 耶稣也认识我们 所以希望我们 都保持这种同神的提醒 我又多谢神 我们这么多次不听话 他依然提醒我们 还有我们同神亲近 就会结满圣灵的果子 人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温柔折迹 在他里面 自然会产生爱心 关心 喜乐 越亲近神就越多 越想烦恼就越少 所以希望大家 整天亲近神 就整天满有圣灵果子 又感谢神 原来神是这么好的 神是制造一些很充满爱 喜乐的人 享受生命的人 还有永恒的赏赐 我们一杯凉水 你在天上受的赏赐 是大到你想象不到的 你在天上 不只是神给你一杯凉水 神会给的是你超越你想象的 那你想一下 是不是我们应该更多帮人 如果一杯凉水 神都会这么欢喜 我们就真是珍惜 任何的机会去祝福人 这个是神很大的恩典 好了 但是我想讲点是什么呢 我们多数人是数漏神很多的恩典 所以我们要学什么呢 尽量开心地数神的恩典 数多些 不断去数 我有空就去想一下 所以我会很开心 感谢神 我见到万物我很开心 我留意我自己以前犯罪多少次 神提醒我 我就很欢喜 神啊你多次提醒我 多谢天父 求此帮我不要再犯罪 求此帮助我去祝福人 神的提醒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礼物 就是很多是外面的 但在里面 神跟我们的交往 这个是最大的礼物 神如何帮我们高层次的 去感受人的感受 去回应人 去关心人 这个是很大的礼物 所以希望大家 不要数漏神的恩典 我亦都记得回很多次 神如何保守我的平安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记住 记住的时候 你阿神啊你真是好 你保守我多次的平安 我真的愿意 整天都感激你 在记忆我常常都记得的 我常常记得 我曾经差不多撞车 有一次我差不多以为我立即上天堂了 我立即说 神啊我不知道这么快 怎样知道 那车真的很短距离可以避开 我是没有办法避开 那个位置没有办法避开的 我也都试过拉一个闸 下来的时候 因为那个本来是电闸 来的那个车房门 那我 他又没有 即是电没了 他有一条绳子的 那我就以为就这样拉一拉 我立即缩手 谁知道我想不到 他很快立即夹着我手指 但是痛了几个月 我就想如果再大力一点 我的手指都没有了 我今天都不可以好像这样弹琴 我就很多谢神 我一想到我就多谢神 我跟我太太讲很多次 你是神给我在地上最大的礼物 多谢天父 真是好 有你真是好 我真心地很感激神 我什么都立即想到神的 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 那你以神为乐 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以及叫你成架在地的高处 第二点 爱慕和信从神 神必负责一切 大家看到左边的图 背着很重的淡子 右边的图在神的手中 神掌管一切 神搞定 有些人说不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怎么可以这样的 怎么可以这么轻松的 怎么可以什么都相信 有些坏人的 曾经有不同的人跟我说 曾经有人跟我说 叶牧师 你这个人太单纯了 你好远被人骗的 我告诉你 其实我知道那些人 是很多邪恶的 我知道那些人 是很多说大话的 很多欺骗的 不过我不介意 我依然祝福他 为什么呢? 我不是不知道他不好 而是我希望神的恩典 改变他 我知道人的不好 不是我看不到 我是看到的 不过我 没有当做一回事 那些人好像觉得 那个人这么差 你知道他利用你 他常常找你帮 是利用你的 我说不要紧了 我帮他 我没有损失的 神会纪念 神会祝福我 我只是希望 希望他会改变 这样的时候 我深信神负责一切 我不用担心 那些人害不害到我 神会自然有祂的公义 首先 诗篇讲到 诗篇二十四篇一节 地和其中所有的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 都属耶我说 地和其中所有充满的 这些屋 每一条街很多钱 每一个单位都很多钱 所有的钱都是神的 你说那些是神的 不过不是我 我没有份 神会自然将你需要的给你 当你听话的时候 你先求神的国 和祂的义 这一切就会加给你的 你只要听话 你做好你的本分 神就会赐给你 还有世界和住在其间 住在其间是什么呢 就是人 世界和人都属耶我说 那些恶人 他不恶得过神的 他害不了你的 你不用怕他的 他就算骂你也好 你不用放在心上 其实他比你更惨 那你就怜悯他 你就祝福他 那时候你的心就轻松了 那些心信万物都在神的手中 历代至上二十九章十一节 我希望大家记得这两节经文 二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 耶我说 尊大能力荣耀强性威严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国度也是你的 并且你为至高 为万有之手 丰富专荣都从你而来 你也治理万物 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强性都出于你 这个经文是实在很漂亮的 他说尊大能力荣耀强性 强性就是胜利 胜利是属于神的威严 所有的能力威严都是属于神的 天上地下都是你的 所有国家都是你的 天国也是你的 你是至高的万有之手 丰富专荣都是从你而来 神会给人有丰富有专荣 你也都治理万物 所有的神是管理了所有的 神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强性都出于你 就是人 神可以令到人 成为尊大强性 你不要以为 你说有些人说 我已经年纪不小了 我都没有机会尊大强性了 我分享一个人物 有一次我在教会 没有一个人来到我的教会 他只是来一次 他探一探 我跟他聊天 我发觉他很有活力 他说他怎样 全方是一个婆 他说他怎样 耶稣的恩恬全方 我觉得他很喜乐 我就立刻请他分享 这个人 年纪不小 但他看到神的恩恬 和他时时去荣耀神 他口一出 尽都是恩言 和有能力的话 大家都可以的 这件事不是扮出来的 是你真是 经历到神的尾线 整天数算神的尾线 感激神 自然神就给你这种的活力 当你越感激神 你都越经历神的帮助 你会经历神奇的医治 祝福 喜乐 平安 你的烦恼走了 你的失眠走了 你不开心走了 你人制的问题 亦都可以走了 就是神可以令到你尊大强盛 希望我们大家 时时都记实 神掌顾一切 他有权力 有能力 给一切的恩典给我们 诗篇37篇5节 当将你的事教托耶华 并依靠他 他就必成全 当你依靠神 圣经说他一定成全 他一定搞定 神会托着 我试过有一次 那时候在外国 我牧师就借 那时候我回过香港 又回到外国 牧师借他的车我用 但他的车 他的clutch 如果你开棍球 你知道什么叫clutch 是很重的 重到为什么 我的脚踩下去 我呢 后来变了脚痛 脚底痛 脚底痛之后呢 走路都痛 那时候我就 就是都很烦恼 然后跟着呢 我自己准备买车 那我去试车的时候呢 他就让我试一下 那个 Toyota的车 日本车 那个车呢 我踩到clutch 很松的 那我想 那么松应该没事了 怎么知道我买了车 我试车的时候 觉得没问题 但我开的时候 我发觉 你知道如果你开棍球 你每次起步 你走一个街口 你要转波转几次 每次踩下去 越踩越痛 那时候我就说 为什么我明明脚痛 都要买个 棍波车呢 如果买自动车 就不用 不用踩那么多次的 那我自己就 就是在说自己蠢 但我也都深信 神是会背锅的 我说神啊 你帮我吧 这句说话 用一个普通人说的话 神是会背锅的 你做错的事情 神会负责 那我明明我做错 那么我求神 神是怎么帮我呢 神呢 首先给我在王业分类 那时候还是用王业分类 就找到一个高白 他说你穿过这双鞋 你以后不会穿其他鞋 我说什么 这么厉害呢 这个就是德国的 Burkenstock的鞋 它是跟着脚型的 它是弯的 是很漂亮的 鞋底 我现在穿着这双 这双不是 我家里有一双 其实我家里很多一双都是 那双鞋 它跟着你的脚型 变成了你整个脚平均的力量 我穿了鞋 几个月之后 那脚就没有痛 我说神啊 你连这些事都帮我 多谢你 多谢你 我就很感激 我希望我们大家 从小事大事都去 数算神的恩典 将一切的事交托给神 我曾经在一个教会侍奉 有一个牧师的 他就请了我 但是这个教会是有一个困难的 就是他没有什么教会 那些教会有怎么爱主 祈祷 全心跟从神 侍奉神 主要是牧师侍奉 那些人没有怎么做 那些人口头禅 就什么都说 我们交托神 我们的子女交托神 那些子女又没有回教会 他又没有从子女全部交托给神 那牧师就跟我说 他们都交托神的 我很坦白跟牧师说 我说他这些不是叫交托 就是他口头说交托而已 他没有由小带养他的 教养他的小朋友 是用神的方法 他没有时时为他的孩子祷告 他自己也不是活出耶稣的生命 他只是口头说交托 我生了孩子交托给神 神去保守 这个不是交托 交托就是说我整个生命 我的主权给神去掌管 就是我做什么 我前来是怎么样 我做什么决定 我怎么对人 都是神告诉我 神叫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圣经话叫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这个就是交托 我希望大家明白 什么叫交托 不是说交托就是交托 是整个生命听耶稣话 我曾经有些人找我 他说牧师 我好久都找不到女朋友 怎么办 为什么这样 我说首先你先搞定你的生命 你的情绪 你的问题 很多各样的东西 你先搞定 你听神说 神到了时候就会给你的 但是有些人就整天都是 他就说 我就是想神供应一个 给我一个好的太太 我说神 掌管你的生命 不只是给你一个太太 神负责你的思想言语行为 你跟他的关系 这些一切搞定 然后他才能够给你一个好的太太 你如果搞不定 这些你的太太 多好都好 你都会弄坏你的婚姻 但很多人就以为 我只是想神负责我的婚姻 其他就不想 他那些负责 不是真的负责 给一个好的太太 我就可以了 以后那些我自己做 这种不是叫交托 交托就是说 我整个生命是听神的话 我亲近神 我遵从神 神是我的喜乐 神是我的力量 是我一切很恩典的来源 我听了神的话 我常常亲近祂 事然人就充满喜乐 这样的时候有婚姻 也都要尽量善待配偶 善待子女尽是用爱心 关心 聆听 沟通 这样的时候 他就真的整个生命 听了神话 神就做什么呢 神就会成全 你就不用担心的 神自然会成全 神会保守 神会保守你的生命 下面这里写的字 神掌管一切 神喜悦倚靠他的人 神成全倚靠人的生命 交托是什么呢 将主权交给神 神你作事 你作事 我就听话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马太六章三十三节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 他的异者 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先求他的国 是什么意思呢 心里写了两样东西 就是带更多人入天国 天国 先求他的国就是 更多人进入神的国道 信靠耶稣得着救恩 我们为他祈祷 和传福音 第二件事很重要 让神在生命中做王 神在哪里 是神的国呢 神华士那里就是神的国 譬如有个王 如果有个王 他叫人做事 有些人不听话 这个不是叫王 这个根本是没用的王 就好像那时候 我们中国不是有这个溥仪的 是吧 普遗呢 后来他就是 就是没有了王位 不过有个 就是有个 身份的 说名是 末代的皇帝 但是没有了 完全没有了王权的 他根本就不是王 所以呢 我们让神在生命中做王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神话事 我就听了 在我神里面 心中带领我 我就听了神的话 这样的时候 就是先求他的国 就是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 做主做王 还有呢 先求他的义 就是遵从他的义 遵从神的戒命 这些一切就加给我们 我希望大家深信这件事 神会加给你们 神会祝福我们 不是一定你会大富大贵 神会供应你的需要 而当你有心是奉神 神会供应你足够的资源去做到 譬如好像现在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可以这样宣教 其实我有心宣教很多年 但是神现在供应我 能够去不同的地方宣教 现在是用直播的方法 一直影响不同的地方 是神供应我的 神也都感动一些顶姐妹去支持 所以我能够去继续去做 这个就是先求他的国 而这一切就自然加给我们 还有呢 臨前二章九节 神是爱他人所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耳朵 未曾听见人心 也未曾想到 你想也想不到 神就为你预备 我们想一件事 人的想象力有多强呢 其实也挺强的 大家想想现在出的那些产品 譬如好像很简单 这个遥控 都是一种很方便的产品 电脑是一个很方便的产品 那电脑现在伸出这些 已经不是伸出的 很多年了 以前我们用的那些屏幕 是成大件的 现在这些这么扁的 很多东西是进步 好似我这里 下边用这个直播的那些仪器 很简单 但是呢 很有作用 人的想象力是很强的 因为神赐给人 不过神说 我给你的那些 是你想也想不到的 那你说给些什么 我呀 什么想不想不到呢 他在你的生命中 会成就一些事 以至你的生命 成为一个充满荣耀 成解地的高处的人 你会超越你周围的人 不是一定是知识财富 但是你的生命会超越周围的人 大家会不会想触着这些神的应许 如果你应用轻松得性的教导 你的生命呢 是会 我希望大家不只是有这本书 而是你真是看 看完就用了 那时候你真是轻松喜乐 每天都开心 因为神一定会祝福凡听话的人 而神的计划是完全完美的 那我们怎样知道完美呢 神做的脑呢 如果那个人不是撞坏了 或者是想错了 想到贴了线 人的脑是很厉害的 真是厉害到不得了 记得无数的东西 能够想到无数的东西 就是他做的脑 那么小小的 电脑都比我们的脑 但是我们的功用真是很强很强 能够有那么多的功用 里面的线路 远超过电脑的线路 有些人计算 那些线路如果全部变成电线 是需要很多个大的音乐厅 才能安装一个人 腦里面的线路 多到几多 我们身体有很多内藏 不同的器官很疲敌的安排 中间这里就是 神很准确的预言 和圣灵的声音 神的爱 和将来天堂 一切都是最完美的 神的预言是最完美的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神的 但是我又说 为什么有些人会这么惨 因为他被魔鬼留地步 为什么生命这么不好 被魔鬼偷了 他们就不信神 他说神都不给我的 其实神给 不过他被魔鬼偷了 犯罪 圣经说你不要陷路到日落 你陷路到日落 你在怒人 你就是被魔鬼留地步 任何的罪 被魔鬼留地步 他就偷竊杀害毁坏 这个下面寫 偷竊杀害毁坏 大家看到陈水扁 他所犯的罪引致他要坐牢 很多各样的问题 而最重要最后是落地獄 如果人真的被魔鬼偷了他一切的东西 所以犯罪是很大破坏性的 而听神话是很大的恩典和祝福的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真的听神话 有些人会说 我总之犯罪 我求主赦免就可以了 神会赦免的 不过犯了罪 最有罪的后果 譬如你骂了个人 你求主赦免 你请个人原谅你 他会可能原谅你 不过你的关系已经有一条裂痕了 如果你骂了你的配偶 几百次 你伤害了几百次 那你请他原谅 他可能都会原谅你 不过 在他心中都有个伤痕 所以我自己来说 我不想一次令到太太觉得 我特意去伤害他 或者无意伤害他 我不想有任何一次 我想他经常记得 我是经常祝福他的 那这个就是 我们珍惜 而不让魔鬼留任何的地步 而我们有权并 踐踏蛇和蝶子 又胜过受地一切的能力 断毫了甚麽能害你们 所以我们不用怕 有些人为何怕 为何我说这些经文 有些人常怕 不知道哪里有什麽咒座 有什麽攻击 有些人很喜欢这样说 有病 攻击魔鬼攻击我 耶稣说 我已经给你权并 可以踐踏蛇和蝶子 又胜过受地一切的能力 断毫了甚麽能害你们 我们不用怕的 不用担心的 耶稣为我们受了咒座 叫我们脱离一切的咒座 我们不需要怕任何的咒座 九章四十二一节 是告诉我们做给谁 只因你们是属基督 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卡巴仁不得上次 做给谁呢 因你们是属基督 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即是做在基督徒身上 这是最主要的好行为 帮助基督徒 但当我们去做给世人 而是荣耀神 一样是神纪念的 就是想带祂信耶稣 一样是神纪念的 不过我们最主要是做在基督徒身上 但我们都对世界有祝福 有帮助 当我们做的时候 都同时将耶稣告诉祂 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 一杯凉水神都纪念 所以我们既然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欢喜去侍奉神 约12章16节 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我再那里 服侍我的人要再那里 若有人服侍我 我肯必尊重他 这个告诉我们 福侍神的人 福侍不一定是传道人 任何你荣耀神 就是福侍神 你就怎样呢 耶稣在哪里 你就去哪里 那什么意思呢 整天亲近他 给耶稣去改变你 因为如果只靠自己服侍 是没有能力的 是会有很多问题的 很多人侍奉有猛症的 有斗争的 可能大家都会听过见过 有些人侍奉的时候 是会有猛症怒嘈的 那些不是神的方法 神的方法是你亲近神 你心里就平安喜乐 你有耶稣一起 然后你服侍神就喜悦了 如果有人服侍神 天父就尊重 你想想 如果国家尊重你 都是很宝贵 但是万王之王尊重你 是不是很重要 如果神尊重你 就是我用人的方法来说 神见到你和你沙串 就是我形容而已 就是说你多么尊贵 那我们就说 原来我们做在主的身上 主这么体重 神这么纪念 这个就是神的美善 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神会很纪念 神会很大大的尊重和祝福 而我们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这个圣结是神所喜悦 你们如此事 饿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生而变化 就能够察验神的善良 顺全可喜的旨意 原来 我们将身体献上 不是很难而已 就是生命 神是你用我 我不要跟世界 不要经常看那些 电视 那些节目 因为那些节目 我看得多就入腦了 那些世俗思想 要追求世上的荣华富贵 世上的享受 你的思想会庄满 我不是说绝对不要看 而是选择性 也都不要整天看 你不如用多些时间 赞美神看圣经 你心意更生而变化 测验神 以及被神去改变 测验到神的完美计划 神就会用你 那你首先做什么呢 帮助教会的人 你见到他们 祝福他 关心他 为他祷告 或者探访他 鼓励他 然后你周围的邻居 你都去帮助 那你就进入神的完美计划 一步一步 进入神的完美计划 如果人听神话 神就各方面都祝福 祝福什么呢 有平安喜乐 有力量 有健康 有体力 工作的能力 有经济 美好的友谊 婚姻 或者独身 都可以是很开心的 有恩慈 有智 有智慧 有侍奉的机会 生命又被提升 被发挥 神一定会凡事祝福的 而侍奉神可以包括什么呢 欢迎人 聆听人 关心人 爱心 帮助人 传福音 代讨 帮人的灵命 人都做到的 关心人 为他祷告 人人都做到 神就欢喜了 你真心神 我很想这个人信耶稣 要求你帮我 有智慧聪明 和他传福音 神就欢喜了 我们今天所讲的三点 希望大家记住 我常常数算神的恩典 我常常感激 以神为乐 我生命就有力量了 为什么很多人祈祷 没什么力量 因为祈祷只是 找神 神你快点帮我 他看着那些问题 他不是以神为乐 以神为乐有什么特别呢 就是说 我看到神的恩典 我觉得很美善 于是我很感激神 于是我喜欢亲近神 我数算神 我想到 数算神的好处 我一想到神 我就欢喜了 这样的时候 他就有力量 有喜乐 有些人祈祷 他得不到力量 为什么祈祷 他说 神啊我好惨 你快点帮我 现在家里很多问题 哎呀好不行 好不行 他经常都想着这些问题 他不是想神的美善 我们试试改变 祈祷多些 数算神的美善 那神已经知道 我什么数算 数算神的美善 是为我们的 你想到神的美善 你就会欢喜神 你就整天充满神的平安喜乐 还有呢 爱慕祂 听祂的话 遵从祂 服侍祂 神就负责一切了 而第三 深信神 喜欢我们真心为祂的服侍 大家可不可以记得这三点 我们试试一下 感激神恩 以神为乐 爱慕和信从神 神必负责一切 深信神喜悦 我们真心为祂做的 就乐意是逢 深信神真的很喜欢我们为祂做的 这个时候我会 带大家唱首诗歌 大家可以起身 多谢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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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这首歌比较轻快 大家唱这首歌 可以试试拍手 待会我们有些祈祷就不拍手 但这首歌可以拍手 等等 等等 对不起 都是不好 好 好 准备一下 来吧 主 祢 好 祢 祢 祢 词曲 李宗盛 主的恩典 仰仰道要素 别能叫你 敬阿乐视罗欢呼 主的恩典 仰仰道要素 别能叫你 敬阿乐视罗欢呼 主的恩典 仰仰道要素 别能叫你 敬阿乐视罗欢呼 我一起闭上眼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祢很大的恩典 很大的爱 我们不配的 但是祢很爱我们 祢关心我们 求主祢施恩念吻我们 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时时有感恩的心 耶稣是我的喜乐 哎呀 多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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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an 耶稣 爱我 都为你 耶稣 爱我 耶稣 爱我 耶稣 爱我 都为你 耶稣 爱我 耶稣 爱我 都为你 耶稣 爱我 耶稣 耶稣 爱我 耶稣 都为你 主要帮助我们时时感激你 以你为乐 以你为荣 也都传言地跟从你 遵从你 荣耀你 神你一定喜悦 神你就纪念我们每一样为你所做 我们就可以活得轻轻松松 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不是说我们没有困难 我们一样会有困难 但是神总会为我们开出路 神总会照顾爱祂的人 多谢天父 求主帮我们毁身 跟从耶稣 如果当中有些有烦恼的 你试试将你的重担放下 耶稣 帮我 不再帮着这些重担 不再帮着这些烦恼 神啊 你会搞定的 神会帮我 我将一切的事交托给耶稣 耶稣必成全 我就可以平安喜乐 多谢耶稣 我将一切重担都放下 让你拿走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多谢耶稣 荣耀仲赞归给主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有耶稣我就轻松了 我放下烦恼就轻松了 多谢主 我祈祷奉主耶稣圣明阿们 求主帮助 有谁愿意将你的重担交给神 听了耶稣说的有多少个愿意 你举手向神 神我愿意听你说 我愿意轻松喜乐结果子 今天的主题就是 轻松喜乐结果子 多谢耶稣 我一起宣告 我可以轻松喜乐结果子 感谢主 哈利路亚主 祝福大家 神耶稣保守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